女人身穿真丝睡衣 准备和老公共度美好时光 可没想到 这个老灯竟拿出两副手铐 将自己锁在床头 紧接着抛下床去 喝点神奇小药片猪威 女人本以为这样的老灯会更行 却不料还没开始 老灯就因服药过度倒在了床上 女人见状赶忙用脚丫撑起老灯 认为老灯在玩把戏 直到老灯真的顺势滚到地上 女人才意识到事情的严重性 对此 女人绝望极了 没有锁铐钥匙的她 现在只能窜屋外大声呼喊 祈求有人能来救自己 但这想法根本行不通 因为老灯为了这次蜜月 已经提前遣退了所有佣人 再加上这座小别墅地处乡间野外 附近根本没有住户 在挣扎了几小时后 女人终于安静了下来 打算向命运妥协 可就在这时 原本安静的四周突然传来响动 女人见状 以为是有人在附近赶忙大声呼喊 却不料走进来的是一只狼狗 原来是老灯留在地板上的血 将狼狗吸引了过来 看狼狗向老灯靠近 女人顿时明白狼狗的动机 开始冲狗大声恐吓 随即拿到头顶上的一本书 向狼狗扔去 但这根本没有威慑力 女人只能眼睁睁看着狼狗在一旁 为所欲为 用不了多久 女人也会沦为狼狗的食物 绝望之际 一只手突然出现 老灯竟活了过来 女人顿时喜出望外 可转头一看 发现老灯的尸体依旧躺在那 这才意识到 自己已经出现了幻觉 为了活下去 女人开始尝试徒手挣脱锁 幸运的是 女人竟真的成功了 随后 女人赶忙跑到另一端 将禁锢另一只手的木头掰断 但就在女人以为自己已经获救时 转头一看发现 床上的人根本一动没动 原来这一切又是幻觉 男人拿出升温小工具 随后又扶了一颗小蓝片 准备跟床上的妻子共度美好时光 可让女人难受的是 老灯刚给自己戴上锁铐 就因扶药过度中途嘎掉 只留女人独自在床头挣扎 随着屋内越来越暗 女人已被困在床上四个小时 精神恍惚间 女人发现了自己放在床头柜的手机 可她就算使出吃奶的力气 也没能够到 只能重新回到床上做好 由于困在床上太久 此时的女人口渴难耐 幸运的是 女人随即想起老灯没死前 在头顶的板子上放了个水杯 对此 女人举高双手 轻抬木板 将水杯尽量移到自己能看到的方位 随后顶起另一边 使水杯移到手能触摸到的地方 值得开心的是 女人成功拿到水杯 然而不幸的是 戴锁铐的手 根本无法将水送到嘴里 但这并没使女人妥协 因为女人想起自己在换衣服时 将衣服上的标签撕下后 刚好放在了头顶的木板上 想到这儿 女人先小心翼翼地将水杯放回头顶 随后伸另一只手去勾标签 费力将标签卷成吸管放在嘴上 才重新垢下水杯 一番努力下 女人终于喝到了水 可这只能缓解口渴 并不能让女人离开这里 由于挣扎过久 女人身心非常疲惫 不知不觉间 就失去意识睡了过去 而就在这时 原本老是趴在门口的狼狗 突然转头 随后快速溜走 女人或许是听到了什么动静 慢慢从床上醒来 不料一睁眼 就看见角落里有个怪物 正缓缓向他走来 女人见状 以为自己又出了幻觉 却不料 怪物竟离自己越来越近 并朝自己打开身上的宝箱 里边除了人骨 就是珠包首饰 女人被吓坏了 由于紧张过度 直接晕了过去 第二天一早才醒来 狼狗依旧在旁守候 在一夜的束缚下 女人此时的身体出现静� 一时间疼痛难耐 多亏他不断活动自己的双腿 才帮身体恢复血液流通 随后给自己补充些水分 因为时间过去太久 老灯的尸体招来了许多苍蝇 而女人此时也突然注意到 地上除了狗爪子印 还有一个人的大脚印 这证明昨晚的怪物是真实存在的 吓得女人再度昏聚过去 直到感觉脚心湿热 才重新恢复了意识 女人被困在床上两天两夜 脚下还有一只狼狗对他虎视眈眈 一不留心就会人入狗口 女人对此绝望至极 心中更加痛恨将自己锁在床头的丈夫 她不甘心就这样死去 短暂思索下 女人将目光停在了水杯上 只见她小心翼翼地勾下水杯 将其中的水倒出 随后接住木板将水杯瞌碎 看着手上的碎玻璃 女人留下了一块最尖锐的 将其卡在木板上的缺口处 紧接着扔着巨筒 用玻璃片划开自己的手腕 直至手心 有了血液作为润滑剂 女人开始使劲抽离自己的手 在经历莫大的痛苦后 她的手终于和锁铐脱离 此时此刻 女人不敢浪费一点时间 她赶忙下地推床 使床靠近手机那端的柜子 随后利用脚勾到手机 但不幸的是 手机此时已经没电了 女人此时只能自救 只见她使出浑身解数 使自己靠近灶台 拿到手铐的钥匙 由于受伤的手拿不稳 女人赶忙拿嘴雕 用嘴给另一只手开锁 一番努力下 女人终于重获自由 就是给自己补充水分 紧接着简单包搭伤口 处理完一切后 女人去另一边拿车钥匙 可还没走几步 就因劳累过度约了过去 等她再次醒来时 时间已经到了晚上 躺在一旁的账户尸体 早已面目全非 这让女人更不敢再次逗留 赶忙去拿车钥匙准备离开 知识还没等离开 就发现狼狗出现一场 女人见状 壮着胆子上前查看 发现怪物竟又来了 但女人并没被吓跑 反而大胆向怪物走去 主动交出手中唯一的珠宝 随后跑去开车 在离开前 女人恍惚间看到了 丈夫在跟自己招手 可女人并没下车 因为她知道这是幻觉 就这样 女人独自驾车行驶在郊外公路 由于失血过多 女人一边开车一边迷糊 只能强撑着身体 尽量将车开得远一些 而在这时 女人从后视镜发现 怪物竟也坐在车上 吓得女人瞬间失控 直接驾车撞在了树上 好在幸运的是 周围刚好有住户发现了女人 并将女人救了出来 几周后 女人的身体逐渐恢复 但心理的创伤始终无法弥补 她总会梦见那个怪物 每天晚上都活在恐惧之中 值得庆幸的是 女人在一天早上看到了一则新闻 上面的偷盗贼正是怪物 她之所以外貌吓人 不过是生病所知 根本不是真正的怪物 得知这个消息 女人松了一口气 也由此释怀 放过被恐惧囚禁的自己 感谢观看